孔子第七者代底长孙孔锤长 4月5日在孔子出生地山东区赋 带领400余名海内外孔子后裔 在祖寅孔林举行几亥年清明孔子后裔 试殿仪式祭祀祖先 每年清明节期间 海内外孔子后裔都会回到祖寅孔林扫墓 祭拜祖先成为佳祭 当天清晨上至孔家冒跌老者 下至垂条质子都穿着家族传统服饰 胸前佩戴家族徽章 肃然静待于孔林万古长春坊前 按照历史记载的目击成绩 祭祀祖先 就是我们清明时候 我们叫慎中追远 明风归后 在我怀着这种恭敬心参加佳祭的同时 那更重要的是为了见贤思习 就是我参加我们孔子的 我们叫孔家始祖的这么一个佳祭仪式 那任何一家都应该在清明时候 去墓崖甚至是去抠索 在你整个家族新幻的方面 能够有细的传承与发扬 对吧 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九十三十八分 三生长号响起 夹祭仪式开始 在越武身影导下 郑县官孔子 第七九代敌长孙孔锤长 及家人帅孔子后裔们 年神道缓步行至孔子目前 依次对先祖孔子 二世祖孔礼 三世祖孔吉和远旦先祖 中新祖孔仁玉进行祭祀 表达对先祖的缅怀之情 连续六年参加佳祭的世界孔子后裔 台湾联议会理事长孔帆敬表示 希望世界各地更多孔子后裔 在清明节回到祖营 脚踏孤独追思祖先 我们希望借由清明这个活动 回到老祖宗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代表就说 台湾孔家人对老祖宗的这个追思之意 当然在每年清明的时候 这个意义就更不一样 它是有个慎中追缘的一个东西 也让后代的子孙能了解 你的根是从哪里来的 据孔子释迦普常态化 需求工作协会工作人员介绍 孔是极其古老的形式 从孔子至今 孔氏族人已传承八十余代 现今分散在世界各地